剛剛發生不久,大約三、四個小時前 在美國的South Carolina 有一個槍手開槍 殺死了最少三個人和另外一個人受傷 現在這個人是一個黏肥的人 大約有260磅重 在頸上有一個非常大的紋身 現在三個人死亡,一人受傷 自然可以屬於大型槍擊事件 美國這些大型槍擊事件 無事無惡都有 這個發生在South Carolina的郊區裏面 現在槍手正在逃 警方呼籲任何人士 認為這個人是磁蟹和非常危險 所以如果看到他 請通知有關當局 當然聽老葉說的人 就不會在美國住 你們要重新考慮一下 到底一個這樣的社會 是否一個我們值得追求的社會 槍械問題是應該要解決的 但可惜我看不到 美國有任何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這樣的大型槍擊事件 只會繼續在美國發生 非常之不幸